我想建议有关的媒体和人士 不要把眼睛老是盯着中方的某只船 我不掌握你提到的这个有关的情况 其次我想问一问 不知道你或者有关报道的媒体呢 是否确切地掌握是哪艘船或者哪几只船 这几只船是不是在安理会制裁的名单之列 如果不是的话 他们怎么能够确定这些是在做违反安理会决议的事情 有没有确凿的证据 如果有确凿的证据 表明中方有人违反安理会决议 从事了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 我们一定会依法依规做出严肃的处理 而且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对于中国政府来讲 我们的有关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我可以再重申一下 中国政府全面严格认真地执行安理会的有关规定 我们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 我们的措施和行动是有利和有效的 在报道这个事情的媒体的国家 他们能不能确保百分之百地做到 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没有任何一起违反的个案发生 我们希望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执行是全面和完整的 既要采取制裁措施来遏制朝鲜发展核岛的进程 同时也要采取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努力 去把半岛的局势从紧张失控的边缘 拉回到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